广志意外发现美牙的私房前 不料最后自己却成这样 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 很好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这天上班的广志 感觉双眼疲惫 眼泪更是止不住的流 睁开眼睛才知道 大孝子正在他床边接洋葱 美牙见广志醒了 就说老公好辛苦 昨晚半夜两点才回来 广志表示自己也是没办法 美牙连忙让他赶紧换衣服起床 就在这时广志一摸口袋 突然一惊 美牙好奇问他怎么了 哎呀 我不好意思换衣服了 什么 我们又不是没干过啊 接着广志就把他们都推出房间 抽出一张万元大钞 小新好奇他钱从哪来的 广志淡定地表示 这是昨天晚上自己喝酒猜拳比赛赢的 宝贝 我们俩人一起去玩了 今天总大人都会去的电了 广志觉得这个想法也不错 但你还是等15年后再说吧 小新只好亮出钢达姆新款玩具 广志答应了 但千万不能把这事告诉给美牙 那么 这是男人之间的约定 接着就是找地方先把钱藏起来 小新建议爸爸藏在壁画后面 广志开始觉得不错 可又发现万一地震了 不就惨了 小新随手给强来了一拳 哎呀 哪是别放在这里比较 是啊 多亏了你 让我痛彻心扉的了解 突然广志发现玩具布 把钱藏在这里面肯定安全 小新直夸爸爸聪明 放这里妈妈肯定找不到 结果广志拉开拉链一看 里面竟然有信封 而且里面还有钱 不用想就知道肯定是美牙藏的私房钱 竟然瞒着我藏了这么多私房钱 生气的广志起身就要去找美牙理论 结果小新却让他别去 广志好奇为什么 我摔了钢 难道你也想藏这么东西在这里吗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了美牙的脚步声 广志慌不择路摔到了地上 进来的美牙问广志怎么了 广志连忙说没事只是在给小新表演节目 既然没事那就去楼上帮忙拿下酱壶 就在小新嘴巴正要漏风时 广志抱起小新就说一起去拿 一出来广志就让小新盯紧美牙 千万别让美牙翻坐垫 很快广志拿着酱壶下来了 就问小新怎么样了 坐垫绝对没有被分动过 什么我看看 结果美牙竟然坐在上面 还说自己找到了另一个酱壶 老新决定帮忙把妈妈赶出去 跑进房间就吵着说肚子饿了 就在广志不知道怎么办时 突然传来的小新和小葵吵架的声音 美牙连忙跑去看怎么回事 广志趁机拿出信封 刚把美牙的私房钱放回去 还没高兴两秒 美牙拿出来一看一万 小新连忙说是爸爸猜拳赢的 既然是赢来的钱 那就充公 广志生气了 站起身拿起玩具就拆穿美牙藏钱的事 没有 我 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 很好 小新家吃笔广志脚还臭三倍的顶级臭咸鱼 结果让方圆十公里的邻居都不满 靠个咸鱼啊 干嘛动不动就打电话来抱怨呢 这咸鱼究竟有多臭呢 这天广志一下班 就给小新递上礼物 结果打开一看发现是鱼 小新只是闻了闻 好奇的小葵也闻了闻 臭的这对兄妹都不敢呼吸了 就像爸爸连续穿了三天的成腕子 不太相信的美牙也闻了闻 臭的美牙怀疑这条鱼是不是馊了 咸鱼就是这种味道 咸鱼 不觉得人咸鱼 可这么臭的东西怎么还会有人吃 广志忍不住吐槽他们没见识 随后美牙捏着鼻子 将咸鱼放进烤箱 可还没烤一分钟 一股浓烈的味道传了出来 眼看美牙就要被臭晕过去 广志没想到美牙竟然没有开油烟机 等美牙缓过来就不干了 要吃就自己烤 广志只好捂着鼻子自己动手 这石门铃响起 打开门一看 竟然是带着防毒面具的傻瓜夫妻 接着又跑进厨房摘下面具 哎呦好可怕的味道 我们刚才差点打伊林报警啊 我只是烤条咸鱼而已 据说在那种几十年的酱汁里面泡过 是一种很可怕的干货 这可是在广东叱咤风云的好东西 就在这时门铃又想了起来 大神问他们这是不是在烤咸鱼啊 美牙连忙说是的 是不是把你给熏到了 大神连忙说没事 这玩意虽然臭 但是确实是好吃 那如果不嫌弃的话 要不要来一点啊 大神等的就是这句话 不客气地要一条 大神感觉这味道真亲切 连忙回家就要干饭 果然可以吃 真不敢伤心 广志没想到自己好不容易讨好的就送人了 美牙也没办法 毕竟大神平时送了我们那么多好吃的 五分钟后广志的咸鱼上桌 然后来上一口 没错就是这个味道 再来点酒就更完美了 美牙却让他要喝自己去到 没办法的广志只好自己动手 就在这时门铃又响了起来 没想到傻瓜夫妻又回来了 没见过世面的他们 特意拿了台摄影机 来记录第一次见到咸鱼 突然电话响了起来 广志又跑去接电话 与此同时小星要在拍摄的视频中露脸 傻瓜丈夫让小星吃口咸鱼试试 待会我请你吃巧克力冰淇淋熟烤 真的 小星嚼着嚼着感觉不对 味道好像还真不错 好吃吗 此时接电话的广志 正向邻居道歉 他没想到自己只是烤个咸鱼 这些邻居还这么多事 等他拿着小酒回到座位上时 发现盘子空了 抬头一看咸鱼都在他们的嘴里 咸鱼虽然臭臭的 可是很好吃